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报告一下 人工智慧医学第二集 AI Math 第二集的名称叫做肠肺脑漏症 人如果一旦有了肠肺脑漏症 会怎样呢 就会边防洞开 风火漫天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 肠漏症 肺漏症 脑漏症 其实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的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们的皮肤你看你泡个水 抓个大便 吸菌都不会跑进去 除非有伤口 对不对 可是我们有个很脆弱的地方 你看我们每天要吃东西 吃一公斤的食物 吃一公斤的食物 这一公斤的食物吃下去 万一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跑到肠胃道里面 尤其是蛋白质 那就是肠漏症 那么肺漏症呢 空气中很多东西嘛 那我们一天 一个人吸 喝两公斤的水 一公斤的食物 吸13.6公斤的空气 所以空气中很脏的东西进来 也是不行的 好这些脏东西进来以后呢 万一不小心跑到脑里面去 那更惨 肠肉肺肉脑肉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列在这个 AI人工智慧医学的第二集呢 就是这样 这个是所有事情的一个源头 这些东西 最后绝对不是我的老师教我的 是我经过几十年的这个临床医学 自己慢慢顿悟出来的 那么这个第二集 也就是这个人工智慧医学 这个第一个阶段 第六个专辑里面的一个而已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肠肺脑肉症 它就是在这个IGG1 这个部分来开讲 就是跟过敏自体免疫 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有关 肠肺脑肉症 什么叫做肠肉症呢 Liquid Guide Syndrome 我们的肠胃道 提供了我们所有营养的来源 一个人没有了肠胃道 什么营养都不能吸收 那么这个肠胃道里面 所有的食物蛋白质 会分解成氨基酸 这个很多东西都会分解 那么这个蛋白质 大的红色的叫做蛋白质 那么它是不可以跑到身体里面 不可以跑到细胞里面 蛋白质一定要变成氨基酸 才能够跑到身体里面 小小的叫氨基酸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没有肠肉症的人是这样 大的是蛋白质 小的是氨基酸 如果说蛋白质跑过来了 我们这个叫做 这个人就是有肠肉症 氨基酸 那么肠肉症的这个东西跑进来以后 我们的白血球就会跟它打起来 这个叫做抗体 这个叫做抗体 抗体跟抗炎 这个肥大细胞产生的这个作用 那还有一种我们的免疫反应有四种 这个第一型 第一型叫做 这个立即性的反应 是IgE 是由肥大细胞负责的 那么这个第三型 是microphage 就是巨石细胞负责的 它发出来的毒素不一样 那么我们的这个 过敏炎如果跑到 这个本来在血管里面 如果跑过来以后呢 跑到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里面呢 我们的白血球就会出来了 说13号 或者甚至 直接跟这个过敏炎打了起来 就好像你家里来了坏人 你在客厅跟他打 洗手机跟他打 最好不要将他跑到电脑室打 你电脑整个就挂掉了 那么像这一个患者 这个是我在2006年的一个患者 很早了 现在差不多2017 2016 2006 很多年了嘛 一转眼就过了这么久 你看像这个患者 他是一个医学中心的患者 被诊断叫做肝血 化膿性肝血 他是了三年的类构群 MTX 在Cross Boring吃了也没有效 还是照发病 我们就给他抽血 其实我十年前 十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一类的事情了 那么 因为我们台湾人十大过敏食物 牛奶蛋小麦黄豆发生 见过 当然还有玉米啊 甲壳 凤梨啊 酵母啊 葡萄柚 这个是台湾人常见的十种过敏食物 那么这个小朋友呢 他叫做五灯甲 怎么讲呢 你看我们跟他抽血 发现他的这个蛋白质 牛奶蛋小麦黄豆发生都过敏 那过敏怎么办 就是暂时不能吃这个东西 要修补肠肉肺肉 这个因为肠肉肺肉 过敏炎跑到身体里面 在哪里打仗 你哪里就坏掉了 在皮肤打皮肤就坏掉 跑到脑袭打脑就坏掉了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们的治疗方法 最重要的首要原则就是说 叫他这个有抗体的东西 牛奶蛋小麦黄豆不要吃 吃这个正常抗体的东西 结果呢 他三四五天就好起来 连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三四五天就好很多了 这个患者其实 他来了一次就没有再来回诊了 我们不是很勤快追踪 只不过过了一个月 我想说一个多月 我想打电话给他 说要看看他怎么样了 他传了一张照片 你看后面的这个是他的床 好很多了 半年后又有传了一张 你们可能会觉得很震撼 对不对 皮肤科医师也很震撼 风湿免疫科也很震撼 医学中心的这个 风湿免疫科医师可能更震撼 为什么就会好起来 好这个人也是一个 这个其实这个人是一个认识的人 他不是我的患者 他有一天 在某个场合 他就问我说 这个我的脸怎么会这样 十年都不会好 我记得我在一个餐厅 我说好 我刚好身边有带这个 抽血的 你来帮你抽一个 抽个血 送宴 牛奶蛋 风里也不能吃 这么简单 不吃以后就好了 后来他全家人都有来给我做这个抽血检验 你看像这个异味性皮肤炎 我看到这个小孩子 2013年7月24号来的 我当时在想说这个小孩子又不会睡又不会吃 我想说可能活下去的都很困难 既然过了差不多五个月 我一看我看那个小孩子 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可爱 皮肤白白嫩嫩的都很好 可是我一看病例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们都有照片放在病例上面 我问他一句话 我说这个是同一个人吗 真的不可思议 整个都好起来 这个人也是一样 这个人现在已经2008年的个案已经长大了 因为我太多这个个案了 我都用以前的没有时间把最近的整理出来 偷懒一下 像这些东西都是这样 你看这个2008年的 这些89年前的东西 这个是2012年的都很早以前的 最近的我没有时间整理 因为好像万变不离其中 好像都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也是看遍全台湾的医生看不好的 皮肤科医师看不好的 这也是一样 像这个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患者 他是我另外一个学弟 他在东马来西亚古静市开业的一个国防医学系毕业的患者 后来有一次我去那边演讲 他说吃我们的东西怎样 用我们的方法治疗就好起来了 这个也是医生束手的 你泪过醇怎么擦 擦不了 擦不了 这也是一个博士班的学生 他最近我参加他的婚礼 他整个都好起来了 从小过敏到大 这个也是一个汗泡疹的患者 脚一直干裂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脚 我有点嫉妒 他的脚比我都还漂亮 肺漏症就是刚才讲的 像这个病人 他在抹医学中心 吃药当作过自体免疫循麻疹 治疗了八年 吃了八年的内固醇 因为我们身体 这个肺脏 也会有肺漏 他就是很典型的肺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是肺脏 很多肺泡 这个肺泡 肺泡 他就是会 会这个 交换 脏东西也会跑进来 这个二氧化碳跑出来 氧气跑到血管里面去 这个就是交换 当然 过敏炎也会跑进来 他为什么 这个是蛮 蛮也会跑到身体里面 差不多大小 在生物学上 属猪心刚 成蛮科 他可以在十周内 繁殖十七倍以上 并在他三个多月的寿命里 排除比自己重上 两百倍的分辨 这些属心的排泄物 来得一千里的 进步的体系道 这位小姐 就是这个毛病 因为我们跟他抽血 我们很意外 他牛奶蛋小麦 黄豆花生 全部都没有过敏 没有任何一个 植物IgG过敏 只有大家看 这个蛮过敏 跟猫毛过敏 我说你有养猫 他说有啊 他说 我这十几年来 都抱着猫一起睡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 那你猫送我 我帮你养好了 后来他不跟猫一起睡 用我们的吸尘啊 厨师啊 就好起来 很快就好起来 好像 很快啊 快到几乎你难以想象 一个礼拜就好了 差不多 好 如果有脑漏症 那更麻烦了 像这位小朋友呢 他就是脑漏 脑漏症 那么我们跟他抽血 就发现 他的这个牛奶蛋 小麦黄豆花生 都是他的过敏盐 身体里面产生很多武器 来对抗这个东西 他米饭还勉强可以吃 那其他都不但能吃 这种患者 我们都叫他吃油啊 就是Omega 3跟6、9的油 尽量少吃淀粉 那么他这个过敏呢 过到这个过敏盐 跑到血液里面 很不幸 又跑到这个脑里面 脑漏 跑到脑漏呢 脑漏跑到脑里面 啊这个 跑到这边的脑 啊这边的脑 就是刚好管我们的这个 我们叫Volentory Motor Function 就是管随意剂的脑 那么这里的脑细胞呢 有我们的脑细胞 2500亿个嘛 他刚好攻击那个管道脑细胞的 这个管道这个 运动的脑 这里的脑就 就喊救命救命救命 放出这个高频的救命脑坡 刚好这个救命脑坡呢 是由这个地方 管眼睛这边发炎 如果在这边就会 发生 那么这里就全身扭来扭去 这个叫妥瑞症 妥瑞症就是说 当然妥瑞症今天我们没有特别提了 妥瑞症就是脑细胞的过敏 叫外配层疾病 这个是我 我的 我的假说 假说 没有很少人承认的 可是呢 我根据这个假说 知识了无数的病人 妥瑞症的病人 他的权益力将近百分之九十九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假说了 是真理了 你看这个人他是这样 那么他只按照我们的这个方法 不要吃那些东西 吃一些油啊等等 修补肠肺脑漏 他的这个脑细胞变正常以后 人就好起来了 这个是一个医生的小孩 他自己把这个 在家里 其实这个人我没有看过他 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他就整个就好起来 所以说 我们治疗疾病 你只要 肠肺脑漏 你只要有足够的细胞原料 肠肺脑漏 可以自我修复 什么叫做细胞原料呢 最重要的是脂肪酸 是Omega369 饱和可以不用吃 也可以吃 3跟6 6可以不用补 因为6很多食物都有6 Omega3要补 其中Omega9也不错 所以一公斤体重呢 你可以补到两cc的油 好油 不是这个地沟油 是好油 什么叫好油 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你最少一公斤体重 要吃到一cc的油 就是像我60公斤的人 我要一天最少吃到60cc的Omega3 如果你要做生酮饮食 你的油大概就要两cc 那为什么会好起来呢 肠肠肺脑肉 因为这个细胞膜 它就是两层的细胞膜 就是油脂嘛 油脂构成的嘛 你细胞膜不好 什么都不好啦 把这个肠肺脑肉修补好 这是一个示意图 像这个人他也是妥瑞 你看他就是这样 有一场脑坡 有没有看到 这一场脑坡 这个妥瑞症 这个也是一个妥瑞症 我们妥瑞症非常多 这也是一个妥瑞症 是运动型的 就是全身在抽动 所以说儿童少年的疾病 因为小孩子他这个BBB 就是血脑胀壁发现的不是很好 小孩子大部分的注意力不集中 ADHD注意力切发过动症 还有妥瑞症 还有一些某一部分的自闭症 某一部分的智障 我有很多智障的朋友 有拿了这个智障诊断书的 叫做残障诊明的 或者是这个自闭症 诊断书后来都变成正常人 可是呢 我这边要强调的过动跟妥瑞 我这边致意力很高 那么自闭症跟自战 那个就要看情况了 看是不是胚胎里面引起的 所以犯自闭症 我们是建议不能够做一些 不见得有真正疗效的 好像是吃药啦 好像是做早疗啦 做运动统合治疗啦 我认为这边这些事情一做 做到十几岁不会好 反而会延误了治疗的黄金时机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脑 你看哪里发炎 自闭症通常都是在前额这边 过动是在这里发炎 那么ADHD呢 常常是在管情绪的脑 所以说妥瑞过动强迫症 行为控制不良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小孩子的精神神经疾病 都跟这个有关 我曾经看到有一个人 他神经很优秀 可是在大学里面 大概17岁才发生妥瑞症 他不只是妥瑞 动啊动啊动啊这样 还有过动 进不下来 还有强迫症 还有情绪控制不良 身上常常拿了扁钻 路边抓到人就打 这种东西就是 这个一个集合 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说我前面为什么会说 精神神经疾病 在我手里是 基本上就是脑细胞过敏 脑细胞营养不良 我们要由这个方向去 才不会一直喂药给病人吃这样 像这一个注意力不集中过动症 ADHD 他不是来看过动的 是来看过敏的 可是他注意力很不集中 他在我的诊间里面 没有一秒钟没有听到他的叫声 拉我的脑 拉我的脚 或者跳来跳去 要把我的电视推倒 我是很习惯的 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 结果我一看老婆 我跟妈妈说 你小孩子有过动 他说有吗 因为他是第一个小孩 他说小孩子不都这样的吗 我问他说 你小孩有没有在这个幼稚园 好像才三四岁吧 安清班 能不能坐下来上课 他说不会啊 我小孩子雄雷不坐的 很活泼 跑到这个人家坐 他就是跑在外面跑啊 他认为很正常哦 正常那我就不说啦 你说有过动 妈妈有时候会不高兴哦 可是呢 我跟他验血也是这样哦 蛋啊 蛮啊 很多很多过敏嘛 有肺肉嘛 蛮过敏就是肺肉咯 食物过敏 IgG就是肠肉咯 这些肉怎么办 其实很好治疗 你看后来就变 第二次来哦 第一次来是 啊 五月十五号 十五号对 第二次来七月十号 脑坡就整个变正常了 就是用我前面讲的疗法 吃该吃的东西 第二次变了一个人 坐在椅子上 一直在微笑 他说一是阿伯你好 这样完全变了一个人 大概就是这样 这种情况我们看多了 还有这边有一个也是过动 他才九岁吧 我记得 九岁对 他不是台湾本岛的人 就是外岛的人坐飞机来给我看 这个也是很早了 2004年 那2004年 对不起 是2013年 13年 他在学校里面是问题人物哦 每天都要打人 他不是真的打 就是推人 他受不了 因为过动的小孩子 他不是真的 他是有一个异常老婆 没有推人会很难过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们对于这个过动的小朋友 要理解 不要去生他的气 不要给他压力这样 是问题人物 因为一个一个领导 一个小很小的学校 也不能够说不理他 把他转学怎么样 大家习惯了嘛 后来他老师 直到我这边就给我看 那么他也是一样啊 你们看 这个牛奶蛋过敏啊 还有啊 小麦啊 黄豆啊 花生啊 很多很多嘛 捧 捧屋厂花生 我看他也吃了不少花生 结果呢 他的脑婆是这样 7月1号来 2013年7月1号来 脑婆是这样 很过动 一看就知道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脑婆 跟智力神经的 我创立了脑婆智力神经医学会 这个也是台湾人之光了 研发一个脑婆 全世界只有我在用 几乎没有其他人在用 我用在这个脑婆智力神经 3D的 我是说3D的脑婆 你看 才隔五个月变成这样 我就问家属说 因为不是家属 是老师带他来 我说有没有好一点啊 嗯 他说不是好一点 是全好 脑婆全好 在学校里面也不再打人了 还变成班长 还变成模范生啊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用这种 不会拖延到这个小朋友的一个方式 因为 妥瑞啊 过动啊 注意力不集中啊 自闭症啊 智障啊 这些朋友 这些小朋友 大概占了人口的30% 知道吗 如果小孩子的精神病没有治好 大部分会延续到成人 所以 我跟很多老师沟通过 他们都认同说 当了几十年的老师 一追踪 就发现好像很多都跑到监狱里面去了 为什么呢 我举一个例子啊 我最近有一个小朋友 他叫强迫症 跟妥瑞症 加起来啊 他就是 手没有办法忍受 忍耐 一定要摸人屁股 才会抒发他的那种强迫症 他妈妈就问我说 摸人屁股会怎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 因为我以前是 地方法院容易关乎人 我常到新竹看守所 看很多 我蛮有经验的啦 就是说 我说现在八岁摸姐姐的屁股 阿姨的屁股觉得很可爱 如果长到十八岁再摸屁股 可能就关进去了 性骚扰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犯罪 跟一般人看的不大一样 有时候我们觉得是脑坡有一点异常这样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人有一些病 小孩子的精神神经疾病是后天的 减断期待以后才来的病叫做后天的 脱离妈妈以后 可是有很多病是先天的 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谈讨这个 我有做过一些视频专门讲这个的 就是说先天的我们比较没有办法 可能是基因的啦 可能是卵质啊 精子啊 有问题 形成一些自闭啊 或者是像前面这边 前面几周啊 比如没有耳朵啊 没有眼睛啊 没有脑啊 没有小脑啊 这种我们都看过 这种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比较能够有办法的还是后天 后天 所以说 我们治疗这个 小孩子的这个精神神经疾病 就是过敏啦 以过敏来讲 肠肺脑肉 如果只有因此过敏的话 就是IgG 咽一下嘛 吃一点油 好的油 吸一点清气 大概热疗通常还不必做到啦 B3跟C可能还不用 好 这个是一个 这些密码是对重症的 要全部做 如果是很简单的疾病 领导部件的全部要做 就是说哈 就是回到这里来 过敏 眼睛过敏 要开什么药 抗阻滋胺啊 再严重开裂固醇啊 皮肤过敏开什么 抗阻滋胺 那裂固醇啊 彼此过敏开什么啊 裂固醇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 看着耳壁壳科 看着皮肤科 看着眼科 你会吃三颗抗阻滋胺 三个裂固醇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们要是要好好把关 不要让人家吃那么多裂固醇 所以说这个事实上 可是如果今天他到这个诊所看眼科 另外一个诊所看这个耳壁壳科 另外一个诊所看皮肤科 那么他就吃了三套抗过敏的药 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很麻烦 感谢观看